歡迎掌聲那尖叫 明明是參觀金融展 但賴清德走到哪尖叫聲 就到哪 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的賴清檔 共同好地獄 看看賴清德 近四十分鐘的行程 心情看似不錯 旁邊的鄭文燦也是 尤其賴清德台上致詞 雖強調是代表總統出席 但聽著聽著 似乎有弦外之音 我會來打造一個穩健發展 而且是堅持強韌的金融體系 除了希望大家能夠發揮 水幫雨 魚幫水的功能 未來金融願景藍圖已破壞 畢竟藍白河並明破局 讓賴清德的選情再填優勢 副總統心情好嗎 有看本小擂台嗎 這算是不失禮貌的微笑嗎 據悉前一晚的藍白分手擂台 賴清德仁正在跑行程 不過幕僚都有隨時跟他匯報進度 也難怪第一時間賴清德火力全開 臉書發文直言要建設國家 帶領國家用喬是喬不出來的 令對於藍白副手人選紛紛出爐 黨內也就戰鬥未知 誰是誰的副手 或者是怎麼搭配 我想站在民主的立場上面來講 我們都是尊重跟祝福 戰鬥欄無疑是最大的洩密賣國集團 至於柯文哲曾被媒體揭露 多次跟財團密會 現在找星光公主吳欣穎擔任副手 直接不演的選擇向財團靠攏 一個半黑臉一個半白臉 強在主帥出征前 自家人先替 選戰加溫 TVBS新聞董悠俊善柔 蔡英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